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2013年4月20日, 早上8點02分 四川省瓦安市發生七級強烈地震 在第二天, 我出外景 突然收到通知 說當晚要馬上飛去四川做採訪 我當時心想 我想, 去到災區 應該也會有很多人哭 周圍都是屍體, 一片仇云橙霧 但誰知道, 事情並不是這樣 有一位小姑娘, 在發生地震的時候 她和媽媽在山上採茶 當地震一發生, 她馬上去了救人 我當時問她有沒有哭 她說沒有, 因為她很清楚知道 自己是去救人 她不可以在傷者面前哭 否則會令他們更加難受 不過在我們採訪的時候 她終於忍不住哭了出來 她終於把自己的不安 和悲痛的情緒發洩了出來 之後我們去到一個很偏遠的村莊 我們一下車, 就有一群村民湧過來 每個人都為了我們幫忙 而其中一個小朋友 她爺爺, 爸爸, 弟弟 都在地震裡遇難身亡 當時她姑媽突然跪下了 在我面前叫我去幫她 但我當時還在想 我怎樣做想可以幫到她 原來這些村民要的不是錢 而是只是希望通過我們報道 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 可以幫到他們 原來我們經過一些村莊 看到一些小朋友在搖旗立喊 原來他們是為了想搭借一群軍人 幫他們搭建帳篷 他們沒有奢望, 沒有投訴 沒有遠天遊人 只要有啞遮瑕 就可以令他們很滿足 我在東張西網剛剛做了兩年 這次四川之行令我印象很深 回到香港, 頭兩天 一天我不停做夢 在想當時的情況 究竟村民現在生活是怎樣 原來我學會了什麼關心 如果有一個很久沒有找你的朋友 突然打電話給你 可能你會想他有什麼企圖 如果你鄰近的鄰舍 問你家裡的情況 你又會在想究竟他有什麼居心 其實不需要想得那麼複雜 也不需要那麼多計算 其實關心人是可以很簡單 只要用心就行了 愛因斯坦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 人人都說他是天才 但原來他的天才特質 在他小時候還沒展現出來 相傳要等到他十六歲 有一天他爸爸跟他說了一件事 才改變了他的一生 愛因斯坦小時候很貪玩 又不喜歡讀書 總常當爸爸媽媽的告誡是耳邊峰 直到他十六歲那一年的秋天 有一天他想和朋友去河邊釣魚 誰知道臨出門口的時候 就被爸爸截住 於是我因斯坦就很不禮貌地跟爸爸說 我的朋友夠個個成績不好 就一樣去玩去釣魚 但爸爸總要他留下來 聽他說一件事 爸爸說我昨天和隔壁屋的大叔 一起去到南邊的工廠 清掃一個大煙通 我們沿著煙通裡的鐵梯 一直爬上去 大叔他走前面 我就跟著在他後面 我們一邊爬就一邊清掃 一直爬到上煙通頂之後 就掉頭 沿路地下來 又是大叔走前面 我跟著他後面 就是這樣我們爬了出煙通 然後互相看著對方 我見大叔的背部 每天和他的臉 都被煙通裡的灰弄到黑咪咪 我就心想 我的臉一定跟他一樣 所以我就建議 去附近河邊洗一下臉 去到河邊 臉髒得髒的大叔 竟然就要洗雙手就這樣就算了 然後就大無私養地走向市集 市集裡的人 看到他的臉那麼髒 就當然是笑他 而我呢 就趕快洗完臉之後追上去問他 你整臉都煙灰, 為什麼不洗臉 大叔就回答我說 咦, 但我的臉很髒嗎 剛才在煙通捐出來的時候 我看你的身體都很乾淨 沒甚麼灰塵 我就以為自己不是很髒 我在恩斯坦聽完之後 就哈哈大笑 但爸爸突然之間就很認真地跟他說 無論誰都好, 都不可能做你的鏡子 能夠做你鏡子的, 就只有你自己 在恩斯坦聽完之後, 他覺得很羞愧 他決定專心一意地讀書 還時時刻刻以自己做鏡子審視自己 終於他照出了他人生之中最閃耀的光芒 成為了科學界的偉人 其實不僅是偉人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要以自己做鏡子 去審視自己 不要看到別人做得好 就以為自己照做一定會好 或者別人做得不好 自己照做一定不會成功 其實每個人都是一個個體 都有自己的個性 我們不要跟別人比較, 做好自己 照著自己的鏡子 一定可以照出來閃耀的光芒 每個人都會有夢想 夢想, 記住, 是不同的法夢 我小時候也會有很多夢想 例如我想做消防員, 想做律師 隨著我的年紀長大 我這些夢想就慢慢下降 終於到了我21歲的時候 我夢想要成為一個很好的演員 於是我就開始尋找我的夢想 我在香港讀了三年的演藝學院 接著我去了一個神奇的地方 就是歐洲 我不會像很多人這樣 去歐洲可以爸爸媽媽給學費 我要自己去籌學費 而且我只能留在英國一個月 這個月就很精彩 因為下個月可能就要離開 不過我沒有放棄 放了學之後 我就要去找兼職工作 去哪裡找呢?去超級市場 去超級市場不是賣東西 去看看各個網站 裡面有什麼地方去聘請人 於是我就找到一份人生很特別的工作 就是終點工人 真的沒想過原來要達成我的理想 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要幫人洗廁所 不過我告訴你 不是洗一間廁所 一個星期我要去三個家 幫不同的人洗廁所 洗衣服、洗碗 每天要做四至五個小時 我可以拿到十磅 大概110元港銀 我可以儲存交學費 除此之外 星期六、星期日 我是要去街頭埋藝的 真的要學完之後要賺錢 不過我很有趣 我沒有覺得特別低微 又不會覺得自己抱怨 我沒有抱怨 我沒有一個很有錢 很厲害的爸爸媽媽去支持我 反而我覺得這些經驗 對我以後的人生 和我的事業太有幫助了 接下來回到香港的精彩 因為我知道 夢想不等於理想 理想一定要持之以行 真的要去做 所以我一回來 就馬上找很多工作 做很多事情 我就儲錢 然後去建立我第一間公司 我知道有自己的公司 我才有自己的創作 於是我的劇團一做就做了二十年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尖水文 就是由當時的決心開始 所以如果你也想達成自己的夢想 要做事, 不要經常說 還有, 不要抱怨 因為當你抱怨的時候 別人就會拿出你的機會 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到的話 那你真的可以有教好睡 謝謝你 非常 open 謝謝你 謝謝 Irma 謝謝 謝謝 ól燕 謝謝 老師 謝謝